伍则天 可是这样一位能力极高的女皇武则天 却有一个天下人都为之诟病的爱好 就是养男宠 狄仁杰都曾经劝武则天借色 可是武则天张嘴给他看了口中一物后 狄仁杰都无言以对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未及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武则天的故事 武则天的事迹大家都比较清楚 他虽然是女儿身 但是却有着不输男人的气魄 面对许多势力的反对之时 更是以强硬的手段登上了地位 这不过在男尊女卑的古代 总会有很多人口服心不服 从而难以获得武则天的器重 不过在武则天执政期间 有一个深得他信任的大臣 他就是神探狄仁杰 狄仁杰出生于金山西太原一带 出生贵族 自幼便洗读兵法 爱看古书 在家人的悉心教导下 成为一位品格优良 有学识的人 成年时参加科举考试 一举成名 在李世民执政时期就做过多个官职 相比李白一扁再扁的无奈 狄仁杰的仕途十分顺利 也获得了许多人的好评 在刚刚出任官职没过几年 就受到熟人举荐 出任了大理寺四成一职 在大理寺的那些年 狄仁杰曾经在刚刚上任的一年内 就判决了大量被积压的案件 这让狄仁杰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工作效率至高 令人佩服 神奇的是 这两万人对他的审案结果非常满意 无一人觉得不合理 在他当职期间 也无一例冤假错案的发生 这就足以见得 他在断案方面的才华和能力 是我国历史上 享有神探称号的第一人 也正因如此 狄仁杰深受当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狄仁杰不只是个断案高手 更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好官 锐宗李旦在位期间发生了藩王造反事件 在向张光甫率兵镇压期间 纵容手下强取豪夺 这对百姓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狄仁杰得知这事以后怒斥了张光甫 结果得罪了权臣被降了职 后来狄仁杰一路平步青云 所到之处接受人追捧 这一路以来在百姓那里积攒的好人员 让在登基后进出前朝余孽的武则天 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不过他的事迹早就传到了武则天的耳朵里 因此武则天称帝后立马提拔了狄仁杰为宰相 狄仁杰虽然是前朝的忠诚拥护者 但是也不甘心自己的才华至此无处施展 于是便选择屈身于武则天身边 虽说武则天公于心计 手段狠辣的名声人尽皆知 可他也是一个懂得爱财惜财的好皇帝 狄仁杰作为前朝重臣 在朝堂上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掉他只会给武则天带来威胁 无异好处 所以武则天也没有必要惹祸上身 自断后路 于是让狄仁杰做到了宰相的位置 狄仁杰上位后 对武则天的诸多政治举措也十分欣赏和敬佩 因此对武则天他也是尽心尽力的辅佐 而对于武则天来说 手下有这样一位得力干将更是如虎添翼 慢慢的 两人的君臣关系也愈加默契和融洽 这也是为什么敌人杰能在武则天面前说上话的原因 两人合力将大唐的江山治理得井井有条 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刚正不阿得罪了许多人 莱俊臣就是他的死对头 并冤枉他要谋反 这件事情闹到了武则天眼前才还了敌人杰的清白 但是也让他丢了宰相的官职 武则天作为帝王需要制衡之处 他需要莱俊臣这样的恶人来打压自己身边不服气的大臣 不过他也知道敌人杰是一个忠勇之人 于是为了保全他将敌人杰贬为了地方官员 后来武则天又寻找机会将敌人杰调回朝堂 让他再次担任宰相之职 并且享有诸多特权 最令朝臣羡慕的就是 敌人杰不用对武则天行跪拜之礼 武则天还说见到敌人杰拜他就浑身疼 可想而知他对敌人杰有多么看重 敌人杰也是朝堂上唯一一个敢和武则天争论的人 这点从武则天晚年立太子就可以看出 武则天纠结的是立武家人还是李家人 敌人杰只说了一句话 就让他下定决心将天下归还李氏 敌人杰说 从来没有见过太庙里会供奉姑姑的 敌人杰言下之意就是 如果江山交给了武家人 他死后根本不会得到侄子的供奉 而李家则会名正言顺的供奉母亲 由此可见 敌人杰不仅聪慧还非常有胆识 他就像武则天的一面镜子一样 所以深受女帝的信任 敌人杰和武则天的相处不似君臣 更像是知己朋友 他就是武则天的左膀右臂 面对武则天的不恰当的行为 他会直接指出来 尤其武则天登上皇位之后 效仿历代帝王扩充自己的后宫 这让敌人杰也难以接受 武则天的后宫有一个很优雅的名字 叫控鹤奸 当然这里都是姿色出众的男子 据说有三千多人 而后宫的这些男人 有些依仗着武则天的纵容胡作非为 甚至干预朝政 这让底下的官员们心生不满 对武则天也意见很大 在众多男宠中 太平公主敬献的薛怀裔 形势非常张扬 他原本是江湖草莽出身 不仅长得俊秀 还自带一种粗犷的鹦鹉气质 这让武则天对他刮目相看 与此同时 他也仗着女帝的宠爱肆意妄为 放火烧了好不容易建成的明堂和天堂 还有张昌宗和张义两兄弟 不仅嚣张跋扈 不将别人放在眼中 在朝中结党营私 将朝堂弄得无烟瘴气 还背着武则天培植了自己的势力 这一点让朝中大臣都深深地感到无力 更多的人对武则天豢养男宠的行为 充满了不满 但是又不敢上奏 狄仁杰对于这些都看在眼里 他也非常厌恶武则天的男宠霍乱朝纲 虽然这件事算是武则天的私事 但是已经对朝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狄仁杰明白 无人敢出声反对这位女帝 于是他硬着头皮去劝谏 希望武则天可以戒色 武则天对于朝臣的反应看在眼里 但是他也没有打算约束自己的行为 直到狄仁杰私自对他劝谏时 他才对狄仁杰做出了回答 武则天并没有直接告诉狄仁杰原因 而是给他展示了两样东西 他的头发和牙齿 武则天此时已经年过半百 但是一头绣发无黑光泽 没有一丝白发 他的牙齿也是整整齐齐 非常健康 狄仁杰看完以后 就立马明白了 武则天是在告诉他 自己并没有纵情声色 他的男宠 某种程度上 就是自己心情舒畅 身体健康的助力 是啊 当年正值豆酷年华的武则天 年轻貌美 被李世民一眼看中 封为昭仪 次名媚娘 本来天真浪漫的年纪 就被红红的高墙锁住了青春 为了爱情 武则天心甘情愿 可是谁知 当时一心倾心于自己的男子 竟然听信了亲天见 关于未来 会有依武士女子取而代之的预言 不再宠爱自己 本以为至此 只能面临孤苦一生的结局的武则天 遇到了此生的挚爱李志 其愿从此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惜 造化弄人 李世民一死 自己只能按照惯例 作为先帝的遗孀 和所有的嫔妃 一起被迫入感业寺 削发为泥 受尽痛苦和折磨 终于 几经周折 背负着诗人嘲笑的千古骂名 与李志走到一起 却在后来经历李志出轨 自己姐姐的痛彻亲非 李志死后 他终于不用再掩饰自己的野心 登上皇帝之位 武则天纵容这些人 也是为了朝中的势力更加平衡 这样会避免一家独大的情况 自己就会少很多麻烦事 更何况 这些人的权利都是他给的 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一旦超出可控的范围 武则天也不会放任不管的 武则天的一生 是非功过皆有 虽然也有残暴 好色等缺点 但是坐稳朝堂之后 他对礼堂的江山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所以后世普遍认为 他的功大于过 作为一个女子 能够不依附于男人 勇敢地出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九卿的管理制度 三公之中又以丞相的权力最大 到了汉朝 也用了秦朝的制度 设立了丞相 只不过 汉文帝在任时 因陈平 周伯 平定诸吕功劳太大 将两人都封为丞相 称为左相 右相 然而 随着丞相的权力逐渐变大 对皇位也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所以在汉武帝时期又设立了内朝 提拔一些出身低微 但具有一定才干的进尘 组成宫中决策的小班子 逐渐取代了丞相 成为最高的中央决策机构 汉武帝封这些人为尚书 而管理这个小班子的那人 被称为中书令 汉原帝时 中书令权力最大 不过到了汉成帝时就废掉了 东汉成立之后 之前的中书令变成了上书台 管理上书台的人叫上书令 是最高行政决策机构 但是随着上书令的逐渐发展 也变成了威胁皇权的存在 所以到了三国时期 为了削弱上书令的权力 曹丕就设立了中书令 后来中书令经过发展 位置隐隐在上书令之上 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当隋文帝统一天下之后 对官制进行了大肆的改革 设立了一套新的制度 就是三省六部制 简单来说 三省就是boss 而六部是手下具体执行的人 唐朝时期也沿用了这个制度 这三个人的地位都相当于宰相 所有的朝廷大事 都是由他们和皇上决策 一开始上书令的地位还要高一些 但自从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 因为他曾担任过上书令 所以后来再没有人敢担任这个职务 于是上书令就空了出来 增设了两个副职 分别是上书左蒲叶和右蒲叶 到了唐中宗李显时代 上书左右蒲叶的地位开始下降 只是一个荣誉称号 不再有具体的实权 于是又设立了一个新的职务 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此时上书省已经名存实亡 掌握实权变成了中书省的中书令 和门下省的市中 以及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而到了武则天的时候 他又改名了 他将中书省改为奉阁 将中书令改为内使 所以到此大家想必就明白了 内使就相当于中书令 因此狄仁杰所担任的内使一职 地位确实非常高了 在唐朝 一品官有八个 如人们所熟知的三太三司 也同样位在其中 而其中司马也被人称为太尉 主管军事要务 但是在唐朝 这些职位都是虚的 这其中有些职位 实际上并没有人来担任 有的也只是个荣誉称号 所以基本上没有一品的十权官 此外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天策上将 这个是为李世民量身打造的 独一无二 在其之后就没有了 而正二品官是有两个 而且这两个官位 李世民他都曾担任过 所以就后无来者了 从二品为尚书左右蒲叶 这个职务的地位也形同虚设 再往下就是正三品了 也就是内使 世忠 以及六部尚书 十六位大将军等数个职位而已 其实在唐朝 三品已经是实质的天花板了 敌人杰身为内使 之所以他权力这么大 除了官大 还是因为他既是能臣又是宠臣 敌人杰被百官畏惧 除了基于他手中的权力外 还因为他刚正不恶的性格 和大公无私的工作精神 即使冒着被记恨被贬值的危险 他也要弹劾那些巧言令色 杖势欺人的宁臣 谴责其他大臣不利于设计 和百姓的不端行为 担任世遇使一职期间 敌人杰在众大臣皆敢怒 不敢言的情况下 依旧毫不犹豫的选择 弹劾仗着皇帝宠信 手持政权 恃宠用事的左思郎王本利 向不忍降罪于王本利的 唐高宗小致一礼 以一句请弃臣于无人之境 让唐高宗最终将王本利定罪 证了朝廷的不良风气 垂拱年间 平定岳王的宰相张光碧 放任自己的将士 仗着功劳大肆勒索 时任豫州刺史的敌人杰 不仅不答应 还怒斥张光碧纵容将士的暴行 给百姓带来灾难 任由贪求战功的人 屠戮降兵的行为 张光碧自知理亏 却仍怀恨在心 回朝后 他就公报私仇 以敌人杰出言不讯为由 弹劾了他 敌人杰因此被贬为 富州刺史 敌人杰一心以江山社稷为重 所作所言 皆围绕着朝廷天下 并不把其他官员 对于他的毁欲放在眼里 为了他终于的立世江山 就连天子之怒 他也无所畏惧 胜利元年 武刺天 有意立侄子梁王为太子 敌人杰直言 皇子庐陵王 才应该被立为太子 因为天下人 还在思念唐朝 武皇大怒 敌人杰不慌不忙的 顺着武刺天 为何他梦见自己 下了好几盘双路 都没赢的问题 反而问他 孤子与母子谁更亲 谁会让武皇 在千秋万岁后 配向宗庙 武则天被他的一番话打动 派人接庐陵王回宫 唐朝的四统 虽得以恢复 其实之前 宰相吉须 李昭德 都曾多次请求武皇 让太子回宫 武则天都没有答应 唯独敌人杰的一席话 真正的触动了他 由此可见 敌人杰的刚正不慌 并不是不经大脑的冒失和鲁莽 相反 他的刚正不慌 以身后的国家情怀为背景 以先设计后个人的考虑为前提 以灵活多变 而又饱含人情味的智慧为手段 这样刚正不慌的敌人杰 确实是让人慌 且让人静 武帝气重 武则天准备登基称帝时 将包括敌人杰在内的 一杆反对他称帝的大臣打入大牢 然而 惜财如命的武则天 并不甘心失去敌人杰这么好的人才 他苦苦劝导敌人杰 以朝廷百姓为念 终于说动了敌人杰 武皇登基后 敌人杰官拜宰相 敌人杰一心为国 政绩颇丰 他英明断案 举荐人才 辅国安邦 匡政武皇弊政 逐渐成为了武则天的左膀右臂 武则天对敌人杰也是打心眼里敬重 他经常称呼敌人杰为国老 出于对人才的爱惜与不舍 不愿批准他的退休请求 公元696年 敌人杰立功 欣喜的武则天 亲自在他穿的紫袍上写了几个金字 赞扬了敌人杰的功绩 要求他激励朝中大臣 共同治理好国家 表达了对敌人杰的肯定与期许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智袍字赐敌人杰 武则天对敌人杰这个人才的敬重和爱惜 还不止于此 他曾对敌人杰说 跪拜的是敌人杰 感到痛楚的是他的身体 为了照顾年老而身体不佳的敌人杰 武则天免出了他的跪拜之礼 这在等级森严的古代是不可思议的 公式上 武则天会悉心听取敌人杰的大多数意见 敌人杰有僭越的地方 他也会表示宽容 而退出朝堂 武则天又会把敌人杰当成亲密的朋友 经常在夜里照他入宫商谈正事 公元700年 71岁的敌人杰病逝 武则天闻讯哭道 朝廷空了 悲痛的武则天废朝三日 后来 每当遇到无法断绝的朝廷大事时 武皇都会感叹 上天为何这么早就夺走了他的国老 总结 敌人杰之所以会被其他官员惧怕 除了受到他刚正不阿 嫉恶如仇的作风 和武则天对他的敬重与信任的影响外 主要是由于他看似不高的三平官 实际上赋予他的地位和权利 浑浊危险的官场中 一步步走到一人之下的位置 并受到皇帝的尊敬 去世后还被皇帝怀念追思 敌人杰的能力有多强可想而知 人无完人 即使他因度量狭窄 性子刻薄受到一些人的非议 他对百姓 对唐朝做出的巨大贡献 则减年及朝堂上的重中之重了 敌人杰站在客观的角度 为武则天分析立储 对武士和李士各自的利弊 剩下的决定权规武则天 毕竟这是他的家庭事务 敌人杰这种行事风格 难怪能得到武则天的赏识 除了在政务上提出决策外 敌人杰还热心于推荐人才给朝廷 他推荐的数十位人才 后来都成为了大唐的杰出臣子 人们都称赞他逃离满门 然而 即便是敌人杰也未曾料到 在他所推荐的人选中 会有一个成为他一生中的污点 那就是张简之 在那个时候 敌人杰病重 武则天希望他能推荐一位 接替他工作的人选 敌人杰回答道 你已经拥有李乔 苏卫道等文才出众的人了 他们确实是稀释奇才 不过 如果您有这个意向 我可以推荐一个叫张简之的人 他也是个非常优秀的选择 敌人杰坦言 张简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 沉稳而富有谋略 他相信 如果被任命 张简之一定能为国家设计分忧 当时的张简之 在大唐上属默默无闻 但经过敌人杰的推荐 他迎来了仕途上的辉煌 当敌人杰推荐张简之时 他已经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虽然之前张简之曾多次上书给武则天 但却未被采纳 因此 武则天对他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起初 武则天只是将张简之提拔为洛州司马 然而 过了一段时间 武则天再次向敌人杰寻求人才 敌人杰问道 我之前推荐了张简之 您为何为加重用呢 武则天回答称 已经提拔了他 但敌人杰认为 这还不够 必须更加重用才行 后来 宰相姚崇 被调去担任领武军时 武则天又问他是否有人才可以担任宰相 姚崇同样向武则天推荐了张简之 并建议趁他还健康的时候 尽快任用 在两位重要大臣的推荐下 武则天开始真正重视张简之 随后 他召见了他 并任命他参与政务 担任凤阁鸾台平章时 不久之后 张简之又被任命为宰相 尽管是由武则天亲自提拔起来的 但张简之并没有对他心怀感激 他一直认为 这个朝廷应该属于大唐李氏 而武则天只是在篡夺李氏的地位 因此 他心怀不满 渴望利用自己的地位 让武则天还政于李氏 在武则天晚年身体疾病缠身之时 张简之秘密与同僚联络 共同策划了著名的神龙政变 他们联合太子李显 最终推翻了五州政权 将国号改回了大唐 这一行动彻底结束了 武则天辛苦建立的五州王朝 事实上 从张简之声位开始 他就一直在暗中策划着一场宫廷政变 那时 武则天身患重病 朝政大权被他的两个亲信 张一芝和张昌宗所掌控 在这种局势下 张简之与崔玄伟 景辉 桓燕范 以及司马元树等人 共同商议 如何除掉这两位亲信 随后 张简之又与又与林卫大将军李多作密谋 并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李多作毫不犹豫 决心与张简之合作 共同清除朝廷的祸害 早些时候 张简之曾与杨元燕 在湖中畅谈五州代堂的可能性 杨元燕对此非常愤慨 这让张简之认定 他会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为了顺利进行政变 张简之先后任命了杨元燕 和桓燕范等人担任羽林军的重要职务 后来 姚崇重返朝廷 张简之向他透露了计划的细节 经过这些人的密谋策划 万事俱备指前东风 这个东风 就是太子李显 众人成功说服李显去逼宫 政变大计也成功了一大半 公元705年2月20日 500余位左右羽林兵在李显 张简之等人的带领下 攻进玄武门 在极仙殿的走廊下将张一之和张昌宗斩首 然后进至武则天居住的极仙殿 看着兵士面带凶色冲了进来 武则天强撑着虚弱的身体坐起来 怒斥 是谁作乱 看着武则天恼羞成怒的样子 若是放在平时 张简之等人早已伏地跪拜 诚惶诚恐地央求武则天息怒 然而今非昔彼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的武则天对张简之等人 没有任何威胁 早已是落魄凤凰不如鸡 张简之语气平和地说道 张已知 张昌宗阴谋造反 陈等已奉太子的命令 将他们杀掉了 因为担心可能会走漏消息 所以没有向您禀告 在皇宫禁地举兵诛杀逆贼 惊动天子 陈等罪该万死 武则天又岂能不明白其中缘由 说是诛杀逆贼 根本是在逼宫 逼他交出皇权 此时 武则天又看到自己的儿子李显 也在叛军之中 面带威严 转头对他说 这件事是你指使的吗 这两个小子已经被你诛杀了 你现在可以回东宫去了 武则天这么说 别说李显不会答应 他身边的臣子更不会答应 一旦李显答应回东宫 那么再回过投行逼宫之事 可就失出无名 到那时 以武则天的性格 李显要完蛋 他们更得完蛋 所以 还没等李显说什么 他身旁的还宴范 便上前说 太子哪能还再回到东宫里去呢 当初天皇把心爱的太子托付给陛下 现在他年纪已大 却一直在东宫当太子 天意民心 早已思念李家 群臣不敢忘怀太宗 天皇的恩德 所以 尊奉太子 诛灭犯上作乱的逆臣 希望陛下将地位传给太子 顺从上天与下民心愿 这时的还宴范 直接挑明了说 意思再也明白不过 那就是告诉武则天 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逼宫 今天你武则天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还宴范说的话 在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说他大逆不道 全部都默认 不管是武则天曾经信赖 有家的宰相张简之 还是亲手提拔的崔玄伟 亦是父子同受恩宠的李义甫儿子李战 他们都以沉默来表示 自己对还宴范的支持 看着这些曾经受过自己大恩的臣子 纷纷远离自己而去 武则天心灰意冷 一个个质问过去 看着李战 武则天反问 朕平时对你们父子不薄 想不到竟然有今天的变故 又看着崔玄伟 武则天更是悲凉地问道 别的人都是经他人推荐之后提拔的 只有你是朕亲手提拔的 你怎么也在这里呢 被他反问的人 多数都无言以对 低着头 不知该如何回答 此时 当武则天看着张简之时 他更是回光返照一般 瞬间坐了起来 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 大声怒吼道 敌人结骗了我 被自己的信赖 有加的心腹大臣背叛 对于武则天来说 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月二十三日 武则天颁下制书 下旨由太子李显监国 大舍天下 一天后 武则天将地位传给太子李显 礼堂复国 就这样 武则天辛苦建立的政权便覆灭了 这一切 其实都是张简之的功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